Listhold Freehold 到底在家里上有什么分别 很多人都说 Listhold 不好买 买 Freehold 比较好 那今天让我们来告诉你 Freehold 跟 Listhold 你必须要知道的东西 那这里呢 会给大家知道一些 basic 指示关于到 Freehold 跟 Listhold 那 Listhold 是什么呢 Listhold 是政府把这块地 租给 Developers Developers 会起那个屋子 那你住进去呢 99年之后 政府会把这块地 收回来 来做接下来的发展 那如果你买的是 Freehold 的话 Freehold 的土地呢 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是政府把那个土地 卖给 Developers 那 Developers 起了你的屋子 你住进去 你可以住到你的日子 孙孙 那其实在 Militia 有一些挑衅 就是说到 如果政府需要这块土地 不管是利臭 或者是 Freehold 政府都有权利收回 这样好像说 在2018年呢 安邦帕其实是一个 Freehold 就因为政府 需要动用到这块土地 来请 MRT 所以呢 它需要 普及这个地方 来做出适当的非常 这样如果你说 适当的非常 现在政府会讲可以 所以政府不只是看 Freehold 或者利臭 而且它可以看这个地方 和那个的价值 来做出适当的非常 所以 你们所知道的呢 Freehold 会比 Listhold 贵大概 一个2到30% 这代表呢 你每个月供的 就会比较贵 你需要出的租金 就是比较高 那如果是同一个 Area 同一个 Layout 同一个 Surrounding 同一个 Connectivity 的话 问题问你 如果你是住客 你会给多几百块租金 为了它是一个 Freehold Property 吗 答案是 不会 所以呢 如果今天你想投资 是想要来出租 来赚你的 Passive Income 呢 那 Freehold 跟 Listhold 呢 其实 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在投资方面呢 其实 Listhold 跟 Freehold 就有分别啦 这样如果今天你是 Listhold 的 Property 65年以下的物质呢 其实是 银行就会满难 借你钱 如果是 65年以上 当然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啦 可是 Freehold 来说呢 就不会有这些问题 这样 Freehold 来说 你只需要出一个 10%的东西钱 如果是 Listhold 来说呢 大概要出一个 2到30% 那我给你一个 Case Study 如果今天呢 一个 Property 是 一个 Million 的话 如果在 Freehold 来说 一个 10% 就是等于一个 100千 这样如果是 Listhold 呢 给一个 2-30% 就等于一个 200-300千 如果今天 你是一个静命的投资者 你会给出一个 100千 哪一个 Freehold 或者是一个 200-300千 哪一个 Listhold 这样你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那说到这里呢 相信你们对 Freehold 和 Listhold 有一定的了解 那如果你想买 Property 呢 很必要限制 只考虑 Freehold 和 Listhold 乃至要考虑 其他的范围 那如果这个影片呢 其实有帮助你的话 记得帮我们 Like Comment 和 Share 我们 下一集见 我们 下一集见 请不吝点赞